本年度的澳門格蘭披士大賽 已經在上個星期六和星期日舉行 參加這次比賽的好手遇魂 包括了英國、美國、意大利、紐西蘭、日本 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香港和澳門等 十個地區的賽車手 車手他們喜歡參加澳門的大賽車 主要是因為響往澳門的跑道 這條長3.8里的車路 是目前世界上僅剩下兩條公路賽車跑道的其中一條 他們的特色就是路面窄、彎角多 不單止有直路,而且又有斜坡 就好像這次的漁翁彎角 它的迴旋度是接近180度 難度是相當之大的 通常賽車手在這個彎角之後就開始加速了 在經過漁翁彎角和這處的樂庫門彎角之後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水塘角 水塘角是因為連接著兩段的直路 通常在這處的車速是達到每小時92里以上 在這麼高的速度之下要轉這個彎角 往往是很容易造成意外 不過這處也是往往賽車手 較量技術和分辨勝負的關鍵地方 大家可以發覺得到 在今屆整條跑道都是安裝了防撞欄 這一個是因為遵照國際賽車會的規定 不過這條的防撞欄由於反彈力很強 在意外事件發生了之後 往往是會央及後上的車手 故此賽會有見合遲 臨時是趕製了一批利用羽毛造成的軟件 鋪蓋在幾處危險急彎的防撞欄上面 減少它的反彈力 本屆的比賽由於增加了多名的歐洲好手參加 比賽更加是具有刺激性 無線電視當日亦都是以電子新聞而氣 獨家在現場實地報導比賽情形 這次比賽之中 小不免是有意外事件發生 其中以電單車伸手賽最多 失事的事件達到一百宗 其中四個仍然在醫院住 另外有一名的車手 在非正式的練習的時候喪生 2個 在普通車比賽方面 雖然亦都有意外事件 但沒有造成嚴重的傷害 本屆的比賽分開六個項目 本屆的比賽分開六個項目 會好像有這個情形出現 參加東旺陽二百里的一共有二十二部 大熱門是十五號的史雲尼 十七號的阿登石 三十一號的本信秀 和三十三號的周庚生 他們這四位車手 在試車的成績 大家相差不夠四秒鐘而已 十七號的阿登石 是上屆的冠軍 他和上屆貴軍的十五號史雲尼 都是駕駛保時傑出賽 而三十一號的日本車手 管信秀 是上屆的亞軍 和過去的冠軍周庚生 就駕駛私力架出賽 形成這個賽事 不單只是車手的比賽 而且是兩種汽車的側霸 這行比賽是採用流動式的開始 由一部安裝有黃色閃燈的私令車 帶領各部賽車環繞跑道一周之後 去到大看台之前 私令車是閃開 比賽才是正式開始 在這次比賽中 私力架車隊似乎早已部署好作戰的計劃 一開始就由周庚生追趕亞登石 管信秀就負責釘緊史雲尼 四部車沿途你追我族 鬥得非常燦爛 十五號的史雲尼 和三十一號的管信秀 由於更遲得太激烈 在第八圈之後 先後壞車退出比賽 而十七號的亞登石 亦都因爲推得太盡 在第十四圈之後 需要入廠修理 事後雖然勉強繼續比賽 但是到完成了二十一圈之後 結果是無法繼續支持 而退出了這次的比賽 在這次的比賽裏面 能夠完成比賽的 只是有七號 三十三號的周庚生 雖然戰術成功 但是本身的海姐亦都損壞不少 在衝線之後由於壞車 所以是要工作人員 是推回來領長台的 周庚生的時間是一小時五十九分 零點八一秒 比亞軍的林建明快了近一個圈 而且是賽會的一項新紀錄 周庚生不愧是長途的賽車好手 他對上屆也曾經贏得過這項賽事的錦標 但是相隔幾年之後 結果很不同溫 電單車新手賽方面 今屆是歷年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年 報名的車手達到140日 不過能夠進入星期六的總決賽 只有四十五位車手 由初賽的成績看起來 熱門應該是三十二號的黃大水 以及十九號的五輪賽 在起步的時間 後排是有四位的車手 撞在一起 不過沒有造成意外事件 各賽車手 而且能夠繼續比賽 在比賽開始 各人都想搶先帶出霸佔頭位 不過首先過普京灣的 仍然是熱門的黃大水和熱塞 而其他的車手緊隨在後面 排成一條非常長的車路 一百二十八號金巴勒車隊的韓志強 在前兩圈一直是緊隨著第三 但很可惜 在第三圈之後 竟然是逐漸過後 比六號的林鎮嘉 取代了第三位置 之後前三陵的位置 都沒有改變到 黃介水很輕鬆地 首先衝過了終點 奪得了冠軍 黃介水他完成十圈的時間 是34分45秒31 刷新了大會紀錄 除了之外 第二名、第三名、四、五、六名的時間 亦比舊的紀錄快 這行的成績非常難得 冠軍黃介水 他今年24歲 是貨車的司機 這次是第二屆參加比賽 電單車格蘭披士大賽 今年首次被國際賽車會承認 所以今屆特別多好手參加 四號的格蘭 是目前世界電單車的六潔 而三號的淺健精男 就是日本最快的電單車手 這行的賽事 在過往前三名都是約馬車所樂觀 但今年終於被川崎車打破 比賽開始 四號的格蘭 是首先搶出 跟著就是淺健精男 和上屆冠軍 一號的莫天馬 而在這次的起步 並沒有撞車的事件發生 進行得相當之順利 四號的格蘭姿勢非常之好 人緊貼在車上面 人車好像成為一體 轉彎所用的動作相當少 他由始至終 一直都是處於領先的位置 六號的活特 本來一直排在第三位 但是在第十三圈的時候 因為日本車手淺健精男的 死氣喉出煙 退出了比賽 因此他乘機是陣佔第二 至於上屆的冠軍 莫天馬 也都因為壞車的關係 令到他沿途落後了 整兩個圈 格蘭雖然在第五圈的時候 已經是遠遠將其他的車手放來 但是他始終沒有慢下來的意思 全程風馳電制 逢車過車 而其他車就好像成為陪襯一樣 格蘭雖然在毫無競爭的情況下 是順利地贏得了今屆的冠軍 而亞軍是六號的活特所駕駛的零木 500cc四輪車 我聽過節目 格蘭他除了打破約馬車浪潑的局面之外 並且寫下澳門電單車格蘭提示大賽新的一頁 他完成二十五圈的時間是一小時二十分二十九秒六 刷新大會的紀錄 今屆的成績有些出人意表 幾位熱門的車手倒造之下 半冷門的三十二號車手羅錦文 是奪得冠軍 這項的比賽雖然只是鬥十個圈 但是形勢順勢萬變 非常精彩 參加這次比賽的一共有六十八步 但是能夠進入星期日決賽的只有二十七步 比賽之中雖然壞車是非常之多 但是一切進行得非常之順利 並且沒有意外事件發生的 分組賽冠軍王炳劍 他所駕駛的六十五號保時捷 成績是最為突出 亦都在今次比賽裏面的大熱門 在最初幾圈的比賽裏面 王炳劍一直是保持領先的優勢 而緊隨其尾後的就是六十四號的 魏明明所駕駛的三零力勁 和四十七號蘇博基的HOOPER會員營 這個次序一直是維持了七個圈 誰知第八個圈開始形勢是大變的 當時王炳劍竟然是領先了其他車手 達三分之一圈 難見他勝券在望 誰知在第八個圈的時候 因為基檢故障而被迫退出了比賽 另外次序門的魏明明 他所駕駛的三零力勁 亦都在最後幾個圈 因為基檢失靈 沒辦法繼續比賽 在這個情況之下 四十七號的車手蘇博基 本來是最有機會染指冠軍的 很可惜他在這項比賽之前 因為參加過東亡羊五百里的長度賽事 令到車駕駛得太傷 及後又和羅錦文力鬥一段 結果在第九圈的時候 亦都因為壞車而退出比賽 於是造成了六十二號羅錦文 他所駕駛的保馬 是助享魚人之利 贏得了今次的冠軍 而亞軍的就是中國強 貴軍的就是馬鐵爾 馬鐵爾 六十二號的羅錦文 本來他的技術不錯 但是因為在初賽的時候爆胎 令到他的成績不太理想 決賽之日 是被排在二十七匯較後的位置 造成一般人對他都不敢看好 又怎知在幾位熱門的車手 壞車之下 造就他奪得冠軍的機會 這次的馬鐵爾 是今屆的貴軍 他所駕駛的是D級外快 在最初幾個圈裏 他的表現平平 連他自己亦都估計不到 竟然可以名列三甲 而在比賽日適奉他的生日 自然這一份是他最好的禮物 在這一行的比賽裡面 由於壞車太多 影響到成績 不及得上界 冠軍羅錦文 他在十個圈 比賽裡面 所用他的時間是三十二分 五十五秒五 比起舊的紀錄是慢了兩秒的 劉錦文 他今年二十八歲 是一名室內的設計家 這次在澳門比賽 還是他的第一次 想不到第一次的比賽 就可以一嘗冠军的滋味 电单车高级组的赛事 今届全部是比日本的电单车手包办了一前三名 不过成绩都非常之好 打破了大会的记录 参加这行比赛一共有三十六部 包括有日本名将金银手术的手套 雷良一 上代冠军辉井章 首次来澳门参加的高杰和本港的好手 肖国涛 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情形和新手菜一样 后排的几部车撞了一堆 不过没有造成二案事件 比赛开始的时候 无理良一首先是带出了 不过肖国涛也不示弱 力迫在第二位 很可惜的就是在第五个圈的时候 他因为坏车而退出了这次比赛 自从肖国涛退出了比赛之后 就成为单一式的日本好手天下 不过并没有减弱竞争的意味 十六号的无理良一 沿途领先之下夺得了冠军 辉井章就和高桥力增亚军贵军 最后一圈辉井章在水塘角点钟求胜 走内圈越过了高桥 是抢回亚军一族的 无理良一 他的时间是三十一分五十一秒七九 打破了大会的纪录 澳门大赛车的压续器 第二十四届格兰披士方程式车的比赛 在星期日中午举行 武督里安道好像过往一样 为比赛主持握手礼 比赛之中 二一号的意大利车手 帕迪斯是今次比赛的大营馆 另外二号的亚文宗市 亦都是有份量的车手 参加这一项的赛事 一共有二十四部方程式赛车 分别是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纽西兰、菲律宾、 新加坡、香港和印尼九个地区的好手 不过在比赛之中 由于坏车太多 能够完成比赛的只有十步 比赛之中 二号的亚文宗市首先大头 一号的帕迪斯紧接在后面 两个车手一开始就展开激烈的增弦 峪尔 不过在第一圈转水塘板的时候 2號的阿倫中士因為善態撞了防撞欄 反彈之下1號的帕迪斯閃避不及 又跟中士相撞 而阿倫中士就因為這樣不能夠繼續比賽 帕迪斯勉強回到車廠搶收 帕迪斯搶收之後 雖然仍然可以繼續比賽 但復出之後已經跌到第16位了 不過它畢竟是技術超群 在窮追猛打之下 直到第10圈已經搶回第一位置 上屆的冠軍沙班 今屆是借用了麥當勞11號的萊特車 最初仍然是可以保持在前衣 但後來又是因為壞車而沒辦法繼續 另外上屆的貴軍潘丙烈 今屆雖然據聞是換了一部新的引停 但在第13圈的時候 去到湯九環 亦都是壞車退出了比賽 帕迪斯沿途毫無競爭之下 贏得了今屆的冠軍 另外由於多名的好手退出比賽 19號的米蘭和4號的麥迪奇 是得爲亞軍和貴軍一席的 在比賽之中 是有幾宗撞車的意外事件 好像18號的日本車手柳田 在最後階段 在大汗台之前 因為爆胎撞難 而4號的麥迪奇 在油艇灣撞掉了定峰翼 但仍然可以繼續比賽 而且奪得了貴軍 帕迪斯在第一圈的比賽 是由於和亞輪忠使撞車 影響到他不能夠保持最快的紀錄 在試車之中 他曾經是打破了亞輪忠使 所保持的最快的圈速 不過是由於並不是正式的比賽 所以是未被列入正式的紀錄 也得不到 專為方程式打破最快的圈速而設的 得利特別獎金 試車之氣 美麗 按訴 平時 柳 橳